反而现在我比较担心小夏 你要走雪芹订婚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跟她说啊 小萱 我是不会跟雪芹结婚的 我和雪芹一直在商量 解决这件事情 其实今天 雪芹约了我来这里 就是想说说她的想法 然后再做决定 对不起啊 我们来晚了 你们等了很久了吧 没有 还好 所以这位就是 她就是我的男朋友 她叫刘毅 你呢 你好 马英杰 我们已经认识五年了 她是我的初中同学 那你有男朋友 你干吗还要跟马总 对不起 英杰哥 是我利用了你 因为我爸一直反对我们在一起 他觉得我们两个地位悬殊 所以我只能答应他 和英杰哥结婚 才能拿到 我需要的证件 证件 我们想离开这里 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那你不可以不估计别人的感受啊 马总怎么办 别人怎么办呢 远杰哥 我相信你也很明白我们这次的婚姻 只是一个交易 只要你们帮我们两个保密 我相信我们彼此都能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 你说这些话我都明白 我都不想让你来学青 放心吧 这件事情 我们一起来承担 林杰哥 其实 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男人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找到你心目中的帮女 我相信 雪晶是个好女孩 好好对她 会的 祝福你们 谢谢你 那我们先走吧 好 得保证 你也是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这件事情关乎于两大家族的声誉 要是左董事长 知道你也参与这件事情 她一定会发火的 到时候什么事要都做得出来 好啦 夏萱 许青为了自己的幸福 能够牺牲家族的声誉 这件事情 我们当然要一起来承担 而且公司这个样子 你也是知道的 我们确实需要她的帮助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件事情终于解决了 我终于可以去面对小夏 把这件事跟她说了 好 傻瓜 傻瓜 幹嘛對我那麼好 我是不是有被略狂 我搞錯 我怎麼老是想著他 這個模擬夜茶 老是欺負我還老是想著他 大家曾經年 他是英傑哥的女朋友 你在想什麼 還好嗎 還好 如果我是他的好朋友 他也說我是他好朋友 好朋友想著好朋友 這很正常 正常 那就沒什麼關係了 好朋友 不好意思 因為你們兩個看上去 真的太相配了所以 你誤會了 小姐 幫我把兩條都包起來 好的 不是 這條送給你 這個送給你 看一眼可愛 白一把爽快 好像走到時間才會走 喂 喂 我今天不想出去了 我等一下就睡了 好 拜拜 這裡氣氛不錯耶 是啊 好幾天不見 你有沒有想我呀 人家這麼忙 怎麼想你啊 忙什麼 好事 好失望 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著你啊 包括上班的時候 你每天對著大明星大美女的 想我幹嘛 他們哪有你漂亮的 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你去世界上最漂亮的 有嘴華盛 一點都不浪漫 我不浪漫嗎 浪漫 才怪 我昨晚天向紫荆保證 我愛她一輩子 這 你瘋了 不要這樣子啊 那麼多人追求你 條件要都比我好 你怎麼會選擇我呢 反正我也不能像小夏一樣 遇到英傑哥那種又有錢 又帥的男人 所以我就將就一下 討論你了 我願意被將就 你說什麼 小夏要下個英傑了 對啊 英傑哥把戒指都買好了 他們倆是全合適的 不過如果某人聽到這個消息的話 應該會很傷心很傷心的 誰啊 我們家的阿牛 千牛 你們有發現嗎 阿牛對小夏的關心 已經十分過分了 八成是喜歡上他了 左小天 我警告你哦 你可不要在這裡亂講哦 以後不許多說話哪 當我沒說 當我沒說 你怎麼看你爹煩了 你怎麼看你爹煩了 這小伯娘還挺有性格的 你給個手機號碼 滾 懂嗎 小學姐你沒事吧 我沒事 滾蛋 我沒事 你沒事吧 你人嗎 已經都脆弱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走 我們送你回家 我不要回家 我要喝酒 回家 快坐了 不要再喝了 我要喝了 快 送他回去 他住哪兒啊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裡 待會兒我打電話問千牛 我 我去問你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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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姐 她怎麼這樣 我已經有什麼困難了 我已經有什麼困難了 那我啥子 亂講 不要再說了 快去把小元姐撤開過來 我交給你了 好好好 有 我從來沒看到小學姐 喝成這不得心 你看她 跟傻的一樣 可能是跟男朋友吵架了吧 男朋友 你說汪總監哦 我看汪總監 跟她最近還蠻親密的 陰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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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杰哥有來啊 陰杰哥 我 我什麼都沒有聽到啊 你都沒聽到 我怎麼會聽到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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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哪 我怎麼老是碰到喝醉酒的女人呢 你命那麼好 什麼人都讓你碰到 我 累死我 陰杰哥是不是像小夏求婚了 你什麼時候變這麼八卦 紫荆說的嘛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啊 對啊 你不開心 屁啦 是說我不開心 你喜歡童小夏 去 不要亂說 大家都看得出來嘛 哪有經紀人和藝人 關係好的像你們這樣啊 能不讓人亂想嗎 我們是工作關係 你不要這樣講 被人家聽到多不好 馬英杰長得又高又帥又有錢 童小夏又是大明星 他們兩個人多般配呀 你不替他們開心嗎 廢話我當然替他們開心啊 我看看 好假 那怎樣才算開心嘛 你這樣無聊啊你 我要去洗澡睡覺了 我先跟你講 你嘴巴這麼大 千萬不要再給些什麼八卦媒體聽到 到時候又是爆炸性的新聞 嘴巴緊一點 洗你的澡啊 我嘴巴比你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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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嘴巴比你老 我嘴巴比你香 我嘴巴比你 我不讓你睡床了 為什麼我聽到英杰哥向小夏求婚 我心裡會有點空洞的感覺呢 唉 金錢牛 不是警告過你嗎 不能再這樣胡思亂想啦 小夏和英杰哥要結婚 你應該替他們高興 要真心的祝福他們才對啊 金錢牛 真該死 謝謝 謝謝 I want to be your eyes Stay with you all night 這渺小的我 心裡只有一股衝動 I've been loving you so long 想念柔然的笑容 人家就像妳和我 無恢復 妳有沒有覺得 都很失敗 一天一天都灰燒 小泉姐 旁邊那個人是誰啊 是我們公司進來的技術組織 技術組織 明白了 今天玩得真開心啊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妳在生活上是一個那麼隨性的人 以前我在英傑哥心中不是這樣的人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下次如果帶妳出去的話 我知道要帶妳去什麼樣的地方 妳才會真正地開心 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隨性的生活 不過這一次 切牛真的幫了很大的忙 給了我很多好建議 要不然 我又要帶妳去看看畫展 聽什麼音樂會之類的 會把妳無聊死的嗎 其實也不會的 有點困了 回去睡覺了 好 拜拜 過一段時間 我可能會比較忙 沒有空來看妳了 妳自己要好好照顧好自己 晚安吧 嗯 晚安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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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喔 緊 不會 衣服就是要緊才好看 妳身材好嗎 真的嗎 我是覺得還不錯 但是妳看 很貴 放心 好了 我上次裝妳的網遊代言費 還有一些 我可以買給妳 兩位 看我練怎麼樣 挺適合妳的啊 妳要穿這件啊 會有點緊 但是會很好看 真的假的 自己去買單吧 今天我跟妳說 既然妳穿衣服那麼好看 那不如我們多挑幾件吧 啊 不好意思啊 佳美姐妳對得太好了 佳美妳們不要這樣說嘛 我不會是今天心情好才買給妳的啊 再幫妳多挑幾件 穿起來那麼好看 佳美姐妳發現我穿這套衣服 走路就會沒 不一樣 小夏 佳美 買新衣服了 是啊 小夏姐 佳美姐新給千秋買了一身的新衣服 怎麼樣妳覺得怎麼樣 不算不算 漂亮 小夏不如我們一起逛街吧 我們是約了風向公司的程式片 佳爾導演 晚上八點到我家找我 如果你遲到的話 你就死定了 好 那我們去找小天吧 好啊 來 好啊 呦 怎麼沒穿沈佳美給你買的衣服啊 我想說新衣服 我穿起來總覺得不合適 我觉得你跟沈佳美 关系不一般吧 没有啦 我跟她是普通朋友而已啊 普通朋友 她能带你去买衣服 普通朋友 她能天天对你撒娇发点 你就告诉我吧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您告诉我 我也不会告诉别人的 我真的没有 你想太多了 佳美是真的 人长得也挺漂亮的 个性也比你温柔 我的意思是说 她心里真的太疼 太疼 真的 我受不了 我保证我跟她 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既然你跟她是普通朋友 那你跟我是什么 我们是 超级好朋友啊 像哥们一样 什么都可以聊 什么都可以谈 而且你马上就要成为我 未来的嫂子啊 对吧 什么未来嫂子啊 什么未来嫂子啊 殷杰哥马上就要向你求婚啦 你听谁说的 是不是紫禁啊 为什么所有人都说 她向我求婚呢 好 好 好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今天不是在找我来吗 你找我来干吗 什么 什么 电影剧本 你要陪我一起练习哦 不行吧 我更不会演戏 我怎么跟你练习啊 你可以的 非你莫属 非我莫属 我先出去杀地 你要小心啊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死了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阿牛 别过来 阿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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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死 大牛 你要好好的 不要 不要 保重自己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我是小枫 给 你给你惊喜 继续 你饿了 你不要死 我不要你死 小枫 我忘了跟你说 这朵花 送给你最后的 你是神力女超人 然后我查 然后我闹我眼睹 你掩护我 我眼睹你 好 这话我眼睹你 等一下等一下 好久没有跟你睡在同一张床上了 谁说不是啊 你看像不像我们两个 很像啦 我觉得这只好像比较像你吧 这只好像不是很像你 你记不记得啊 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 那道刮风下雪打雷的时候 你就像个胆小鬼一样 经常跑到我的被子里来 非要让我抱着你睡 你敢说不是 你敢说胆小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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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啊 虽然没有殷杰哥那么优秀 可是 他对我还蛮真诚的 你们呢 什么我们啊 殷杰哥像你求婚了吗 我就说是你朋友看错了吧 根本就没求婚 不过我倒觉得 以后是应该对胆杰哥好一点 毕竟胆杰哥 一直对我都那么好 那 你还戴着那条项链吗 嗯 习惯了 有些习惯 是应该改改喽 可是我跟何俊哥在一起的 那段时光 真的让我记忆很深刻 因为真的太幸福了 我真的很想把这一段美好的记忆 彻底抹掉 开始我要崭新的生活 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 如果真的那么容易做到的话 你也不会连一条项链都栽不下来 可能这就是问题所在吧 什么问题啊 我怎么没有听明白 什么什么问题啊 你什么没听明白啊 就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问题啊 我跟你说了也不明白 问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干吗呀 不行吗 不行 哪那么多为什么啊 快点睡觉 好啦 晚安 好像坐 가족哎 不是有时间 aquí 你呢 您 dalDER 那Add pac 我希望能做到一局吗 为уг问他们的 蛮相当的 真的不是伴天啊 那我们这个etin 恭喜啊 谢谢 儿子 谢谢啊 秦权 应该的 应该的 老大来 清合 清合 应激 来 谢谢啊 请请请 梅盈啊 现在你也康复了 我们也抓紧时间 来聊聊两个孩子的婚事吧 家敏 怎么了 有事吗 没事 那我们走吧 今天啊 本来是应该谈他们俩的婚事的 但事情变成这个样子 我也感到很遗憾 作为父母 我也知道 是拗不过他们的 由他们去吧 爸爸 谢谢您 应激啊 雪青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是不是 是呀 左叔叔 您说这话也太见歪了吧 不过左氏集团 能和时代集团联姻的话 那将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我本打算风风光光地 把女儿嫁出去 把国贸饭店整个包下来 这都怪我的女儿啊 我感到很抱歉 不过美云啊 如果时代集团遇到什么困难的话 我一定会鼎力相助 这一点请你们放心好了 谢谢你 清全 好好好 来 为我们两家继续发展 来 左叔叔 来 好好好 来来来 苏阿姨 徐记者 你们追起的杂志肯定卖得特别好吧 好啊 我们有空改天吃个饭 我还有更多惊人的消息 要爆料给你知道哦 就这样 拜拜 佳美姐 听你打电话说 有很多消息要爆料 说来听听吧 还有什么新闻呢 就等着你爆料给我听咯 我能知道什么消息啊 你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最近你跟子晶达那么活人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 很多关于小夏的内幕消息 佳美姐 我真不知道 我要知道不早告诉你了吗 什么 你说小夏为情自杀 你还说 佟小夏被马英杰包养 长大三年呐 沈佳美 你不要乱说 我就搞不明白了 小夏怎么招你了 你非得这么对她 没有啊 我就是不喜欢她 她越是不开心 我就越开心 死了 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喽 是要三八 老子不干了 如果你不干的话 那我心情就会不好 我心情一不好 就会找记者吃饭 一吃饭就会爆料 爆料了什么事 我因为自己都不知道咯 小雪 小雪 还没走啊 赶走完一个情绪列表 对了 上次谢谢你 别跟我客气 以后你一个女孩 别去那种地方喝酒了 情绪不高啊 没有啊 我 带你去个地方吧 你自己喝掉 你怎么喝酒呢 我倒是开心 我只能喝酒 我都只能喝酒 我都不喝酒 那我都不喝酒 我还不喝酒 你喝酒 我都不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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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字了吗 有啊 你写的这个男生 是不是喜欢我 神情 小雪 你没有接受到我对你的信号吗 什么信号 林职顾问 你知道我喜欢你 我一路穷追猛打 到现在也没有打动你的心 别开玩笑了 真的 我很严肃地跟你说这个问题 我先回去了 小雪 虽然我们不是同邦同学 但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也算认识 毕业这么多年 我们还能相遇 而且还在一个公司里面打拼 我觉得这些都是缘分 而且有很深的缘分 当然 每个人都会有过去 但人总是会要向前看的 我只希望我能成为你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份子 我不想错过你 可是我 你不要再赏多了 面对这一切好吗 你明明知道我心里有一个人的 我不介意 我不需要公平 我只需要你给我一次机会 接受我 接受我对你的爱 对不起 王阳 对不起 王阳 我不会那么轻易去接受 另外一段感情的 我可以等 只要你给我机会 已经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郑小雪 我爱你 我只希望我能成为你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份子 我不想错过你 你不要再赏多了 面对这一切好吗 我不需要公平 我只需要你给我一次机会 接受我 接受我对你的爱 在哪里 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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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个人不敲门呢 对不起 张总 对不起就可以了吗 你干什么 我敲门 那你进来干嘛 你不是已经进来了吗 张总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妳 妳看到這個了嗎 妳跟我來一下 小燕姐 到底怎麼樣 這個 這個雜誌是真的嗎 她真的跟那什麼 什麼千金要結婚 怎麼英傑哥突然變這個樣子啊 到底喜不喜歡這個什麼千金啊 那小夏怎麼辦 好啦 好啦 我告訴你 妳別伸張出去 馬總呢 是不會跟左雪晴結婚的 原本是有這個事情的 但馬總和雪晴 也已經協商解決好了 可不知誰 又把這個新聞給爆料出來了 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這個結婚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我就放心了 但是千牛 我現在比較擔心小夏 不知道她看到這個新聞會怎麼想 所以呢 我希望你去找小夏 讓她知道這個情況 希望她能明白 是馬總不得已的 沒問題 沒問題 交給我 看你很可愛 萬一把手很快 橫著走呢 時間才不早 不來 子欣 馬英傑在不在 你看到新聞了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馬英傑要和左雪晴結婚了 那你先聽我說 事情不用 不用解釋了 小夏快接電話 子欣 放手 子欣等一下 等一下 放手 馬英傑 你今天給我解釋清楚 這到底怎麼回事 子欣你先冷靜一下 馬英傑 閉嘴 你放心 我是不會和左雪晴結婚的 那為什麼外面會有這樣的新聞 為什麼左氏集團任何出來說 你們二十八號就要結婚了 這件事情一句話也說不清楚 你可以告訴小夏 我愛的人是她 她是我認定的妻子 請她放心 憑什麼有我相信你呢 這枚戒指是我為了向她求婚 而專門準備的 我曾經答應過她 要給她一個最浪漫 最有意義的求婚 所以因為這個 你應該可以相信了吧 馬英傑 我暫時相信你 可是 最好你親自去跟小夏解釋清楚 小夏 小夏 我剛才已經問清楚馬英傑了 她說那些新聞都是假的 她絕對不會跟左氏集團的 千金結婚的 我還看到了那個戒指 她真的準備了戒指 要給你一個最浪漫的求婚儀式 你可別胡思亂想了 我知道 英傑很喜歡你 也知道你們正在叫我 可是小夏 對不起啊 我替英傑跟你說聲對不起 這個月 英傑就要和左雪晴訂婚了 她這麼做 都是為了她爸爸留下的時代集團 蘇阿姨 蘇阿姨 你別這麼說 在這件事情上 英傑沒有選擇 我也是 我們是不得已才這麼做的 英傑她也是沒有辦法 雖然她是那麼愛你 小夏 你不要怪英傑好嗎 其實英傑哥他做怎樣的選擇 我都可以接受 謝謝 謝謝你總是那麼懂事 實大體 謝謝你能體諒我們的苦衷 我希望你和英傑 還能做朋友 會的 來 為什麼我對英傑哥 要和別人結婚的消息 絲毫沒有感到難過 反而有種釋然的感覺 你在想什麼呢 没想什么 怎么突然跑到这里来了 很多天没见你了 想你了不行啊 想我才怪 你如果想我的话 大可不必跑到这里来啊 跟这一切都像是在昨天 没事不说了 来 紫禁 陪我坐一会儿吧 紫禁 你觉得殷杰哥怎么样 我觉得殷杰哥又有才华 又善良正直 还年轻有违 最重要的是 他帅得一塌糊涂哎 你该不会不知道吧 干吗非要我讲出来啊 我知道 我知道殷杰哥很好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都陪在我身边 我也能感受到他对我的感情 可是 可是我 可是 你还在生殷杰哥的气 对不对 不是 是 但是我也很清楚 我跟殷杰哥是不可能的 说不清楚 可能我对他只是一种感激之情吧 因为他一直对我 都是不求回报的付出 或者说是一种兄妹之情 会不会是因为 和君哥的关系啊 我虽然心里面忘不了何君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 我不爱殷杰哥 因为我每次跟殷杰哥在一起的时候 我不敢跟他开玩笑 也不太敢跟他恶作剧 有什么心里话呀 不开心的 我也都不想跟他说 我总觉得自己不是很放松 你能明白吗 可是 小夏 感情的事情 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更应该让马英杰知道了 不然让他误解啊 而且 对他也不公平啊 不过 我想说的是 连我都可以感觉到 马英杰对你的爱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很希望 你可以接受他 因为 毕竟现在 像他一样优秀的男生 也没有多少了 知道吧 知道 知道 知道就好 嗯 小夏 我还以为你在生我的气呢 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 你都没有接 给紫禁打电话问你的时候 我也怕他说不清楚 殷杰哥 我今天来是有话想跟你说 我也有话要对你说 这样吧 我们先喝杯红酒吧 哎 服务员 不用了 我不想喝 怎么了 好 项链还给你 你不会还在误会我和周雪卿吧 我跟你说 不是不是 我不是在误会你跟周雪卿 跟你没有关系 那到底是为什么 殷杰哥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对我都很好 也许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 比你对我好更要好的人了 可是 可是 可是我们 你不会再说分手了 对不起 你不会再说分手了 没关系 你不会再说分手了 你不会再说分手了 你不再说分手了